美味豬肉料理烤鴨是中餐廳的招牌 但餐廳向博生冷凍食品購買肉品 成了食安受害者之一 過期肉品風波延燒 已只有四家餐廳受害 雖然都已經預防性下架 但是生意還是受到影響 其實會怕可能肚子會不舒服之類的 豬肉的部分有覺得 它好像比較少的感覺 消費者一定會這樣子 餐廳要知情或要把關吧 因為那個肉一定會有味道 民眾透露餐廳雖然正常上菜 但疑似豬肉料理變少 人氣也有些下滑 因為衛生局積茶冷凍肉品公司 發現11.4公噸過期肉品 大多都過期三年以上 最離譜的是鵝肉 從2012年放到現在已經14年 還改標出售 被衛生局重罰 審酌期情節衛生局加重財罰犯售業者 新台幣840萬元 那不是換標籤我是直接 直接就是轉過去人框 還有一些是真的是箱子的話 真的是放到後來是有過期 其實沒錯 因為過期我就沒有出去 肉品業者喊冤 坦言處理上的確有瑕疵 否認改標販售 但這些過期肉品已經流入高雄 四間餐廳包含週季酒店 連上大飯店 城鎮區的台旅 跟新興區的月品餐廳都受害 連上集團也緊急發出生命稿 表示相關產品已經全數 預防性下架 確保顧客飲食安全 也會全力配合衛生機關查驗 過期的肉品你一旦拿出來 在廚房做料理的時候 而且它裡面的維生物也會 污染到其他食材造成交叉的污染 雖然有進貨過期肉肉餐廳 已經下架相關的肉品料理 但爆發之前又有多少肉 被不知情的消費者吃下肚 可不然還得調查離期 明顯成平行程家翔高雄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